大家好 欢迎来到2021高雄设计节设计进化论的讲座直播现场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吴东龙 设计进化论是高雄设计节一系列跨领域跨国际的设计讲座 借由邀请知名设计师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 探讨在疫情冲击之下设计产业所发生的变化 同时也思考在后疫情时代里面设计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讲座交流 可以带给我们更多关于设计的思考还有灵感启发 那今天是我们设计进化论的第十二场 也是压轴的最后一场 那我们今天的主讲人来宾是喜欢唱歌的田修全 他是一位充满热血的三十世代平面设计师 他做策展开办设计小教室 那也是一部工作室的负责人 可以感受到他有源源不绝的创作能量 而且充满行动力 感觉他无时无刻都是在为设计非常努力的活着 除了他的商业设计项目之外 他也非常积极参加一些公共部门的设计 像是我们会知道2017年的时候 他有参与印文化剧之邀就是在高雄轻轨的界面设计的改造 还有近期的防灾展览 以及大家现在正在博尔举办的这不会考 还有台湾英雄凯旋派对这些 都可以看到他的作品 也有一支为一些书籍啊 或是唱片的设计 所以我们今天的场景就是特别为田修全人称老田 所以特别来准备的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欢迎今天的主讲人田修全 哈喽 欢迎自带阁板的田修全 我知道你2017年就有去高雄设计节 对你说轻轨那个吗 对对对 然后有过去 就是有到高雄做一些分享 对 我觉得那次也蛮小可惜 但是也是有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是真的有跟捷运局的人一起交 对对对 然后我记得我们是2018年那时候做平面设计的形状那个展览 我们有做一个访谈 对认识的 对然后距今已经三年了 对觉得过得很快 今天的题目叫做还没准备好 那也欢迎等一下我们在老全分享的阶段当中呢 大家可以在YouTube的QA 然后把你的问题提出来 我们在QA环节的时候也会一起请教老全 老天 都可以啦随便你教 那你准备好了没有 我还没 那没办法 所以我直接讲了就会有吗 对啊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你 然后把画面就切换到你 今天要跟我大家分享的头一天 好那大家我就开始了 就是我想要讲的是 还没准备好这个主题 是因为疫情来的时候 其实大家也都措手不及 然后所以我们在做的活动 也都是用滚动式修正的方式进行 但其实呼应到人生里面 很多事情也都是这样 像是最一开始刚出社会的时候 就是有一种你一毕业 然后人家问你做什么的 然后你就要称自己为平面设计师 然后那时候一开始讲的时候 就有点嘴软 就想说 我真的是失了吗 就是我只是在做设计 但我还不知道自己 有没有这么个这个职业的称呼了 就是有没有这个资格了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光那时候 一开始毕业的时候 其实好像也还没准备好 但是你就得开始进行 你必须要赚钱了嘛 然后大家进行的时候 你就要交简历 交简历就很困扰我 就是因为我就是一个不想要 写得奖经历 或者是写一些人家所谓 人家认识的企业的那种经历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在教资历的时候就觉得很痛苦 后来我就把我的资历 还有那个很多人很爱写 就是旅美或是旅日 什么旅音 然后我就把自己的简历写 刘台设计师 是看不顺眼吗 不是看不顺眼 是我没有觉得 一定要因为你出过国 就写出来 就是我们 我们没有出国一样厉害啊 自己说 刘台设计师 对所以我就把我的简介打刘台设计师 然后 然后因为我目标是希望 当一个得奖数最少 但是还是很厉害的设计师 这样才有 如果真的很厉害的话 这样以后才可以 人家才会知道 这样子也是可以工作的吗 就是我不想要有一种 大家认同的框架 社会好像就是要这样的进行 那你自己一开始有这个困难吗 交简历 我好像比较幸运 就是因为我开始就是初级的出版 大概十几年前 就有出版的书籍可以写说出过什么书 对对对 然后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就是说 我就是出版什么书的作者 然后这样就会免去后面很多的介绍 我觉得这比较幸运 不用写很多条列式的东西 好 那我再来就是准备出一本书 好 我就不用翻唱这些 你已经出很多书了 没有没有 没有真的出版 那是自己做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创业的时候 就是后来就 后来自己工作一段时间之后 就有用了一个空间 因为台湾没有一个特别讲平面设计的场域 所以我就很希望 有一个平面设计的空间 可以做一些教育的事情 但其实我也没有多少钱 所以我就 就埋头 就自己就 就去租了 然后 我现在到印象还是很深刻 就是 我就拿着那个租 原来看 想说 我真的签名了 可是我准备好了吗 可是我已经签名了 租了那个空间 对那租的空间 房租也是不高 很高很高 对然后 有70平 就是35 一楼 一楼35平 地下室35平 这样 然后就跟朋友一起在那边 一楼当工作室 地下室就办展了 这样 但 我自己还蛮喜欢那时候的生活嘛 虽然只有一年半 但是我觉得我做了我能够尽力做的事情 这样 所以就是 再来就讨论到量能 就是 有时候会觉得 为什么有一些机会 没有来找我 可是 有时候又想说 那个机会来的时候 我 我真的准备好了吗 有时候会有 这样的质疑 这样 所以 我觉得准备好量能这件事情 蛮困难 像有 比如说 志祺 他的年龄就跟我差不多 但他养了员工 是我好几倍 我就觉得光想那个压力 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 所以私底下有默默比较一下对象 不是比较 是学习 OK 是崇拜 是觉得为什么人家可以有这样的心脏 因为我光三个人 我就觉得我 压力好大 所以你比较在意员工吗 你说他不在意吗 没有 我们看下一页好不好 对 然后 那个教室就是用了一年多之后 就 因为我真的没有钱了 然后因为我收费又不好意思收学生的钱 所以我门票都只有收30块 然后 然后我就 就自己撑不下去 所以就结束了 但是 但是我 就是回头看 你会觉得虽然结束了 你还是有累积了很多事情跟经验 对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种学习 对 但是到底什么时候准备好这件事情好像很难去真的感受到这样 但是我在最近做的一些事情里面 这几年做的事情有觉得自己准备好 这样 好 就是跟大家继续分享 就是 嗯 虽然没有那个实体空间了 但是 后来就想说 既然还没有实体空间 那能用的资源就是网络 所以我目前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是想了一个叫做设计排练所 嗯 因为还没准备好就是要排练嘛 那其实有很多工部门的状况是需要排练的 嗯 好 比如说我就想了一个project叫做小看台湾 就Graphic Taiwan 嗯 然后 我自己觉得 自己光想名字都觉得想的还不错 因为设计排练所 就是place of rehearsal and experiment 然后刚好前面三个字就会是pre 就是预备的意思 p-r-e 这三个字 对 就是准备排练 对 不觉得 赞 哈哈哈哈 第一讲 好 然后再来呢 这边是台湾现在各县市的 我刚刚笑会被引爆啊 这是台湾各县市的logo 现在的 然后我就觉得如果在做企业的logo的时候 不是都会因应时代去改变 去更新自己的企业的形象 对 那其实社会也需要 所以我觉得我就想了一个全台湾各县市的状况 那在想的时候脉络是这样 就是你最开始想设计的时候 我自己是想说 那如果是用台湾 因为不可能接到全台湾各县市嘛 嗯 那如果是我执行的话 我要用品牌的概念 让22个地方县市当做系列稿呢 还是他们是各自长各自的样子 嗯 后来我就想说 那我要取各县市的 就是我们会讲北北基啊 张钟头啊 这样就是开头的那个字 然后做法想 但是 这是贯穿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们要每一个还是长出自己的调性 因为地方做事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地方自己的样貌 跟不同的风格样貌这样子 所以最后就采取文字当串起来的主軸 但是继继续延伸的就没有一定要是一个系列这样子 嗯 然后之前呢是有在最一开始不知道不知道几年的17年吗 也是四五年前的就去金门住村 嗯 然后其实这个专案最一开始是 是要去改造一个面包店的包装 但是因为在金门老板有点free 我每天去找他 我都找不到他 怎么了 我不知道 我的功课就是要去找他 沟通他怎么做 但是他每天都不带 后来我就觉得 后来我就觉得政府单位自己要店家做设计 那为什么不是政府单位自己要先开始做 嗯 所以那时候的起心动念是想说 那我就先从政府开始做 所以我就改了题目去做了金门的logo跟延伸制作物这样子 嗯 然后结果后来放在网络上的时候就也蛮多人喜欢的这样 对 然后就是我就是用地方的那个建筑物的特征跟那个 他们有一个特色电话亭就是金门两个字这样子 对 然后去做结合 然后但是那时候的风气嘛 就是那时候的设计风气还没有大家现在这么认知字体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其实这个在做规范的时候选到了一个日文字型 就小种 嗯 因为那时候就是会知道内文要用日 因为字体选择不多那个时候 然后所以用日本字 但是我们连标点包都会去换全形的 就是以前的公是这样子做的 嗯 但后来现在时代的人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就有问说为什么应用字是用小种 这样不会缺字嘛或什么的对 但但其实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还没准备好 嗯 就是那时候的认知没有这个观念 可是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那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那时候开源自体没有这么多 嗯 对所以所以现在的就有慢慢越来越多字体的知识 然后我觉得 就是有学习 其实就某种程度上 就是学习到事情这样 对 然后后来就去跟老师 比了一个台东县政府的标案 然后是跟着老师去的 但老师有让我当提报的练习 然后最一开始是这个 左上角的提案 对 我本来是把它跟来 你如果来台东的 来跟台东的东 跟广的草原的感觉 这样子去做发想 但反正那次标案的经验 就是我觉得我学习到很多提报 或者是要准备的事情 对 但后来也没有觉得 自己没有觉得 就是它了的那个感觉 但后来也没有录取 然后后来就自己再继续想 因为我就觉得 这个好像还不是我心目中的答案 然后后来我就延伸了 另外这个提案 然后我是想把它跟焚风的 风的那个感觉 去做结合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方式 我觉得OK 这样 然后一方面是因为 我的目标22个县市 我可以往前吧 就是22个县市 我会有不同的设计方法的设定 跟希望目标是纸张 也都选择不一样 就延伸直作物 所以大家最后来看展的时候 会看到不同的设计方法 跟材质 跟印刷方式 所以 对 就欢迎各县市政府捐钱 让我实现的梦想 广告时间头那里 就现在就号召 就是跟大家讲 就是我 我其实就很想要办一个 你不觉得很屌吗 如果有一个协办单位 是全台湾各县市政府 这个展就超厉害的 因为就很整合啊 竞争会很激烈 可是没关系我们不比数目 我们不比捐款数字 我们把事情做好就好 对 但就是很希望做这件事情啦 然后就是要还有很多工要继续做 这样子 然后后来又有一次 有机会去参与新北市政府 他们是因为 我在网络上看到是他们是 因为10年了 现在是第11年 所以要 就是升职辖市10年了 今年第11年 所以要换 也不是换宪会 其实是我一开始解读 标案解读错了 我以为是要换宪会 但是有好像其实是一个 庆祝的活动的会 对 但我理解错误 但是 但我在做这个project的时候 又有想到 就是 我去整理了它底下各组织 就它各局局处延伸的 自己拿去应用的时候会变成 每一个就长不同的样子 但是它明明是这个组织底下的 所以我就去思考 是不是logo需要去做到 串起来组织这件事情 所以就去做了延伸底下各组织的结果 这样 可是其实我也没有 还没有觉得它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标准答案 就是 是不是真的这样子最好 对 但是 我觉得可能有的县市适合 有的县市不适合 也许也是答案 这样 但我有去花莲分享这个经验的时候 公务人员是跟我说 他们喜欢这个结果的 这样 就蛮有整体性的这样 对 然后后来就继续创作 就是反正就是疫情没有 没有工作的时候 就继续做创作 然后就做了嘉义 然后嘉义就是从 我认知的嘉义就是那个圆环 所以我就从圆环出发去做一个系列 然后可能纸张到时候选 纸质是选比较有木质文的 因为那边是有 我们去有认识到什么制裁所啊什么的 就跟木雕啊什么 好像蛮多这个 跟嘉义有关是这个物件 所以我们就选了这样子的感觉 这样 然后后来也做了新竹 然后新竹最 大家所认知的就是风嘛 对 所以 虽然那个结果 因为它是很大的组织 所以它的结果一定要很中性 很简单 因为以后 不管任何的组织 或者是拿去用的时候 它才会好用 延伸的时候 对 所以 所以就 我自己也蛮喜欢新竹的这个结果 就是有风的感觉 但是又很简单 是 这样 对 然后再来是 这些 因为前面的 自己的创作 然后放在网络上 然后后来就 有这个机会是 花莲文化局的 然后 跟 另外一间公司 有一起找我邀请去 做花莲的 然后 但因为 就是还没有人敢派版定案 所以 目前是 刚好今天开展 就是 我们做了三个想法的提案 然后 然后大家可以去花莲 看 这个 这个 这个提案 然后还有其他 他们介绍花莲的 盘点跟田野调查 到底花莲的样貌 是什么 这件事情 然后我花莲的提案 我自己也蛮喜欢 是因为 我们最后选的石头 但是 它的延伸的时候 它 因为它会有继续 陆续新增的 物件 就是可能有 动植物的盘点 都还会有 更多的东西 所以 应该说之后的东西 会有继续产出 但是它要怎么样 让它还是回到 可以是一个系列 我们去用石头的 收集的感觉 去贯穿 所以我自己蛮喜欢 这个想法 的这样子 对 然后是因为今天 是因为是高雄文化局 邀请的 所以我们就顺便 在赶工作了一下高雄 文化局 可以邀请我们 所以这个是 你特别 没有 就是高雄的这一题 是因为我想 因为我刚刚说 我前面想要说 每一个设定的设计方式不一样 然后其实高雄的 我没有改logo 因为它一开始 这是原本的 对 但这个原本是因为 这个其实是之前 运动赛事的logo 但是因为那次的精神让大家凝聚了那个精神 所以我就再怎么想要去改那个logo 我都觉得我没有办法取代那个精神 所以我觉得我要做的工作是把延伸做成一个系列性 所以高雄的题目就会比较倾向我把标准字 就我选了方形书体比较跟那个断代的感觉一样 然后去规范好这个搭配的字体去做延伸制作物的时候 让它一个系列才是它的功课 就不是为了换而换 对 所以我自己也蛮喜欢这个设定 就继续 之后就是再继续想制作物的部分 对 大家等我一下 我看一下画面 好 然后我刚刚漏讲了一个花莲的心得 就是花莲在做的时候 其实那个颜色 成半 应该也不是能说成半 就是应该说本来就有每个人不同的认知 然后但可能对方觉得没有很花莲 可能要更活泼 对 但我其实后来思考了一下颜色规范这件事情 其实好像现实级的颜色规范没有这么小 就是它要规范的其实是更大的光谱 就像大企业会定义所有红橙黄绿蓝电子的颜色 它以后可以用的颜色 但是它会在一个摄像的明度去规定 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因为它以后要用到的延伸很多 对它不是只是目前说我觉得这不是花莲的颜色 对对对对 太素了或者太灰了 对对对对 它其实有更多的颜色要去规范 但是它以后都可以延伸 因为它品牌还是有 就是它可能有第一年的样子 可能有第三年的时候看的样子 第五年看的样子 第十年这样子才会比较 也是有调整或是不会逆掉 比较宏观一点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其实做色彩计划这件事情 在城市品牌里面也很大的一个工作 然后我觉得下次再做的时候 还要继续往这个地方 再继续挖东西 这样对 然后再来呢 就是讲客户还没准备好 就是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 我以为的认知是 我可能以为的流程就是这样 所以我在脑袋就觉得理所当然了 但可能对方并不一定是这样认为 然后后来我才发现 原来这样子的事情是需要整理的 这样 所以我就把它做成图解的方式 对 但这些方式只是我自己做事情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也没有答案 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做事情的方式 所以我只是分享 我通常接到案子的时候 会怎么样做事情这样子 然后通常客户来找我的时候 我会先判断 我就先听他的主题跟概念 是不是 是不是我有画面的 如果我真的没有画面 或是我听完觉得适合另外的设计师 我就会直接介绍别人 对 你会把它转借给其他设计师 我有去过那个出版社 都特地去了 然后他就说他要什么样子的风格 什么什么的 然后讲完我就说 这个你应该要找刘克伟吧 然后他就说 我就说你真的可以找他 因为我真的觉得你要的东西 是他的这个气质路线 然后我就翻刘克伟的作品给对方看 然后他就说对 然后我就说那你就找他 因为我就觉得每个人的 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做出来的样貌 然后客户既然都是要那个样貌 最适合他 那我们就用最适合的方式进行 所以做设计仲介 可能也是你可以 我觉得我可以 因为我觉得 我很常做这种事 你会观察每个人的风格 会适合的按键 而且我很喜欢 真的很喜欢 因为我觉得我会把 我把对的事情跟对的人 凑起来的 我就会觉得很棒 但我没有一定要做 设计越老的概念就对了 对 好 然后就 就再来就是了解预算嘛 然后了解预算 其实不只是设计的预算 就是包含他延伸制作物 有时候延伸制作物 客户不一定会 完全想得很清楚 他们可能只会觉得 可能就印海报 或是印卡片 或什么之类的这样 但其实都要 一开始就盘点整理好 因为跟后面你到底 印刷分数几份 或是你纸商可不可以选好一点 或是印刷可不可以 印的比较特别一点 都会影响到设计 所以我一开始会先了解这个 这样 然后再来就问时间 就是你有多少时间去做事情 对 然后 所以预算的方面 我其实到现在还不是很会爆预算 我还是都以先直接问对方为主 因为我觉得比如说装潢好了 你要时评 要花一百万也可以装潢 你要花两百万也可以装潢 那到底怎么拿捏 所以我就 我自己不倾向互相猜测的路线 我都是直接听对方 给我的答案 然后我就去帮他想多少钱 怎么做事情 那也有可能觉得这个预算 真的没有办法做 对 就如果真的太低 就没办法 就是这样我真的也帮不上忙 这样 对 然后再来就签约 然后就会稍微再重复一下 前面蕊的那些过程这样子 然后执行的时候就是讨论 然后送印看印 然后就结案了这样 对 所以我觉得有整理完清楚之后 好像也可以帮助沟通 因为其实很多人 不知道这样子的流程 对 就大家也欢迎 我都有放在网路上 如果你觉得这样做事方法 适合你的话 你也可以拿去用 所以他有特别适合哪一种案件吗 没有啊 就是我做事的方式 对 不用说从比较小的书封 然后到整个活动的视觉 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流程来进行 因为不管比如说书封 也是我要先了解 这个书要讲什么 企划要讲什么 但活动也是 我要先知道这个活动主题是什么 企划干净是什么 也就是说来找设计来进行之前 他自己要先想清楚 对 如果没有想清楚 就代表他的案子不只是设计 还包含企划 OK 那就应该还要有企划费用 如果他是觉得说田修全很有名 所以我们要找田修全来设计 目前没有 不过有名 应该不少吧 没有 真的没有 他们不好意思启词 好了 还有呢 对 然后 再来是 在做的过程中 环境里面看到一些状况 我就不明讲 但是 就觉得有些人可能被网络攻击 或是什么 但是他 也许是因为 也是第一次 总会 大家都总有第一次 所以总会有可能 因为没有准备好而犯错 那什么时候才会有第二次机会 这是我最近在思考的 就包含看 连看影集都看到 看影集都看到说 Everyone deserves second chance 什么这样子 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值得有第二次的机会 然后我就觉得蛮有感触的 就是 就比如说像刚刚金门的那次事情 如果当 在我那个时期 如果我就接到这个案子 我 可是我规范就规范错了 但我必须得修正 就是对啊 就是 对 所以我就觉得 好 对 回到刚刚说准备好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各县市的县会这件事情 我准备好了 欢迎各县市 我觉得我已经想通了很多所有 应该人生制作物的状况 全台湾的这些县市 因为没有人 因为不可能抓全台湾 所以就看哪个县市 愿意邀请我 是 你有没有特别想要挑战哪一个县市 没有 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 就是大家都一样 我们就是针对客户的需求做好 觉得我们觉得最适合的事情 那你刚才有讲说 高雄那个其实是之前运动会的时候 对 这个其实我觉得蛮妙的 但是我没有去考察出来 到底怎么样变成县会 因为它明明应该是运动会的标案 但它应该会因为这个标案 隶属于谁 所以它应该不能够这样子 直接拿来延伸 但它可能是 所有县市里面花最多费用 精力成本在做这件事情的 有可能吧 因为是因为 随着之前运动会的关系 所以特别做出这个视觉 那现在各县市 所以你说其他各县市没有很认真 应该说各县市 它比较少会特别推一个这个标案 说我要做 没有 可是其实新竹上任 那个市长上任的时候是有换的 现在这个是换的 现在是已经换过 对对对 那会不会就是 台南也有换啊 是是是 台南在我们 就是我在应该说我在做这个project的 这几年其实也是有陆续一些 有在做更新 对 有些是比较复古一点的感觉啦 那你自己觉得多久要更换一次 是一个比较能够符合时代潮流 我不知道多久 但是但是我脑袋最有印象的是我高中的时候看过墨尔本的城市设计 然后我我昨天还在想这件事就觉得那个墨尔本的案例 你到现在看都还是觉得很现在 就是那可能是我高中时期他们就已经改了 那就代表我们真的很落后 因为他改的那个方法已经很符合现在就是动态或什么延伸都都可以用 对对那这个到底要谁来决定说我们要用这个还是用哪个 因为一般可能政府机关会有一些评审或是审查委员 对啊就是 但是那跟多数市民的感受或者是市长的意见 你问的很好你很会问问题耶 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就是因为碰到这个状况 对 所以花莲这次的展出就有先用排练的方式 就是先给大家看可能可以这样可能可以这样可能可以这样 那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反问是你 然后也看大家给的回馈 看有没有觉得认同感或是什么 所以可能比较大家能够做下那个决定 这样 所以我觉得才需要排练这件事情 就也不是说直接就开了一个标案 直接就决定 对 所以我才会觉得排练所好像其实是一个蛮 不管是不是这个献回 就比如说我们做指标还是什么 但是你可能需要之后要修正或是什么 它可能是会更新的状态 那我们可能就需要预演 需要彩排一次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其实有很多大活动的大决定的事情 是先需要演练的 不是一次性就决定 就try and error 就是说你有事物的机会 然后不会说一出来的时候 然后又出现一些批评的声让 然后就又退缩 因为像我去我去抵台东标案的时候 被评审问的第一个问题 他就是问我说 那如果被网络的酸民骂怎么办 我脑袋只想说都还没有做你就怕被骂 骂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大家怕被攻击 所以没有人敢坏 对 可是你没有做事也不对 所以你就提到说要有一个排练的机制 就有点像是一个SOP 那可能是经过多数的人的一个同意 或者说你讲的认同感 那大家都有认同感了 那如果是其他不同的声音 或者是外界 或者是跟他没有那么关联 对对对 再看 对对 可是当地人就已经对于这个世卉 有相当高度的共识 对 那个其实就可以 对不对 那其他的批评 我们就不一定要完全的开闹 对 对 对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招式 对 好 那接下来还有 还有吗 我看看 看一下大家问题有什么 好 那欢迎大家 就是有问题的 也可以直接就在留言区 帮我们留言 好 对了 好像就差不多了 然后 但反正 人生的所有烦恼 想来想去 最后就是觉得 我能够做的 就是每次来的机会 把它做好 但我最近比较 也不能说筛选客户 但是就是比较会 找到觉得适合 我们一起工作起来 会愉快的客户 所以 如果你就一开始沟通 就觉得 频率不太对 我可能就 现在就会比较退掉 所以现在有一种 侦测的频 感应的能力 感应的能力 感应的客户 是不是 就是 就是现在的 现在年纪 就是现在要会判断 他要找的是一个 会移拉的人 还是他是来找 田修权的 我现在的认知 对 如果你只是要 我朋友 有设计的需求 要找设计师 然后他就出现 这件事情 他不一定就适合我 因为我就会先 叫对方去看我们的作品 然后是不是他 喜欢的样貌 我可能才会进一步沟通 但他如果只是要找会设计的人 我就会退掉了 嗯 对 一定要来找田修权 对 本人才会接 对 你 不是那个意思 你 本来你听得懂我的意思 你不要只是 要找一个设计 对 对 因为每个 还有每个 你要准备一下 对 要做功课 知道 他们做过什么 对 那频率有没有相投 对 不要硬臭 对 不用勉强 不勉强 嗯 对 好 就祝大家平安健康 好 谢谢 谢谢 老田分享 嗯 那 其实 疫情到现在也算 有快两年的时间了 那我不知道 在疫情期间 你自己在 接案的时候 像刚刚讲到那些 就是 有没有受到影响 就是还是说因为 疫情 一定有受到影响啊 我也有 我也有申请那个 就真的差很多 嗯 我有拎 拎不住 嗯 对啊 因为就真的没有按 就是所有活动都 delay 嗯 所以我也拿不到钱 因为他还没有结案 对 所以你在这段期间 做比较多的事情 是什么 就创作 就是继续做那个 小看台湾的东西 就全台湾各现实的东西 这个是属于 自发性的 对对对对对对 你常常会有 自发性的 作品产生 对 这个是 牡羊座的性格吗 还是什么 就是有一种 现在非做不可 我昨天其实 行动力 应该说 我觉得我的设计 没有真的很强烈 到前几名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能够做的 就是多做 然后 然后 有一次学弟 有给我一个 勉励吗 就是我在做 那个小看台湾题目的时候 其实是有怀疑过自己的 就是我现在 去做的这个结果 它是不是真的好的 适合的这件事情 其实我也不知道答案 但 我就去反问了 一个学弟 然后他跟我说 光是做这件事情 就很我 因为没有其他设计师 会这样 像我这样去做事情 这样 他觉得我 就是那种 想到什么 我就会去做的人 所以 他觉得我就去 把我想做的做好 就很代表我 不是在做自己本身 然后我就觉得 获得了一点能量 然后 然后再一次的怀疑是 当然做的时候 一直没有机会 可以成真 这件事情 你也会很沮丧 但 有一次是碰到 冯宇老师 然后 冯宇老师就跟我说 他觉得 像原言在 在做奥运的提案 也有放到网路上 但他没有被使用 但是还是带给大家 很多思考 所以他觉得 光是带来思考 这件事情就是有收获 所以 他就是也鼓励我 继续做下去 这样子 对 然后我就觉得 就好像也不能 就能做 就是继续 继续做完 然后就像刚刚说 最后目标 想要办一个展览 然后有包含 所有纸张的选择 或是印刷的应用 都可以用 各线市去 去完成它 这样子 所以你在做 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其实没有想太多 对不对 就是想去做了 对对对 就去做了 对 然后做出来的之后 你怎么样 觉得说 这个做出来 我觉得蛮好 或是所谓 像行竹那种 成功 或者是 就我就会觉得 这我也很难决定 但是其实 像行竹那个 我就觉得 真的蛮适合的 就是又有风的感觉 但是他结果又很中性 所以我就觉得 还蛮喜欢 那你会很在意一些 比方说 网络的一些反应 我是玻璃心 我有被骂过啊 可是你会分析 骂的原因 或者是 跟你的想法 也许 只是意见不同而已 有 就看有没有建设性吧 有些是真的 给很专业的建议 你就会觉得学到东西 但有些比较偏 情绪方面的表达 但是我还是 还是会被影响 但是你还是会 继续做这事了嘛 对啊 因为就还是得活着啊 那我印象很深刻 是你在毕业制作 你毕业是做那个 龙山 龙山寺嘛 对不对 对 我觉得那时候就已经 感觉到 因为我那时候就有点 就是蛮想买 那个作品 但没买 想买但没买 没了 没了 也没有了 因为你说只有200分 对不对 我也没有了 对对对 所以你怎么去看说 自己跟其他设计师的差别 差多了 你自己会去这么比较 会啊 我都觉得我排好后面 大家都好厉害 所以也一直在排 是不是 就是有稍微想一下 谁在前面 很多人啊 我就是那种觉得 我大概是班上20几名的人 但是 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强烈突出风格的时候 到底要怎么样继续活着 所以 就是一直在找自己 适合自己的方式 生存 但你觉得目前的状态 你是满意的吗 状态 可是就其实 就回到刚刚的心得 就是我想这些最后好像也没有用 因为都没有办法是我强求 就有的 就我能做的就是 那个有缘分的机会 把它做好 对 其他好像 想来想去 最后就是至少来烦恼 因为我也不能解答 那你会希望大家看你的作品的时候 就是一眼看出说 这就是填修权的设计 不会 不一定 不一定要 对啊 因为有时候是帮客户 就是客户有客户的形象 所以 比如说我做过原意 我们有一次在做一个 这份合作的小包装 可能产品我们就写了一组标准字 对 跟他原本企业规范的名题 但是 最后我也觉得应该选名题 不是选 做设计的这个标准字的这个提案 是因为 我觉得这样子 他所有产品才会有延伸性 就从整体来看 对 因为代表的是这个品牌 不是你个人 对 所以那时候 虽然那个结果 我们两边也都很喜欢 但是我们还是选名题字 就觉得比较是这个企业的样子 对 那有线上的朋友问说 你要怎么样像你可以一直保持着热忱 没有啊 已经被毁灭掉了 我知道你之前好像在学校 是被老师问说 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设计师吗 对 你有看到这一题 林小语问 对 小语老师问我的 然后我想了 到处社会还在想 现在有没有比较 现在有比较 应该说 那时候的风气其实是 好像你毕业就要 如果你要成为独立设计师 你要做书籍或转籍 因为比较多是这样子的设计师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 那如果这个市场饱和的话 我应该去找什么样子的案子 然后所以我最一开始做了捷运 就是找志恒做了捷运的海报 台北捷运 对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刚好设计之都 放在网路上就 刚好有那个机会 有人去帮忙牵线啊什么的 就大家开始感知说 原来环境里面 很多事情都需要设计 我觉得那时候 设计之都之后的风气 就又一个时代的变化了 就现在大家比较知道 各个东西都需要去改变 不是只有书籍专辑的领域 所以我觉得那个领域是拓款的 所以你是改变台湾的设计师 我没有这样说 我刚刚有这样说吗 没有 但我觉得小有 以后就越来越大 就是改变的越来越多 因为你现在已经布局在全台了 全台跟现实 所以 所以赶快 希望这个影响力 对 但是你觉得在客户眼中 你所合作的很多不同的客户 他们眼中的天秀权是怎么样的一个设计师 蛤?我不知道 没有想过对不对 没有 只有郭银翼老板有跟我分享过 他们 好 他觉得怎么样 他觉得我要做的功课还很多 他觉得我要 不能这么 随缘 他觉得我要再多 护许自己一点 这样 但是 对 就比如说那些得奖经历 那些什么 还是得放 还是什么的 对啊 要比较符合社会的期待 可能 因为社会 就是还是需要 一些论述去介绍你自己 但你有想要这样吗? 我就不想 所以我就还没做这件事 所以没有没有改变 也不是没有改变 是我 我自己写起来就还是会觉得 这样就不是我 这样怎么会是我的简历 嗯 所以我就觉得光写简历真的好难哦 嗯 嗯 对啊 对 好 所以 呃 我看一下还有一些朋友 问什么 诶那 有人问到关于员工的问题 就是同事的问题 对 问什么 你自己是怎么样去挑选合作的对象 或者是 我的员工 我的员工很佛性 就是佛性吗 就是 我现在站个员工 然后第一个是 因为那时候有空间的时候 他来看展览 嗯 然后他那时候还是 就是把我当做偶像在看待 那时候 呵呵呵 所以他来工作的时候 来看偶像的吗 对 还有合照的 哦 然后 这样好吗 然后我只是问他说 因为那时候好像在忙 元素子的展览 就那时候在忙一个展览 对 然后需要帮忙 我就说那你明天有没有空 可不可以来帮我这样子 嗯 对 然后他好像 我也是后来听他 分享的时候我才知道 不然我也忘记 就是嗯 好像第一天来 他其实只是在帮我分海报的颜色 就也不是在做设计 哦 对 但后来 因为就那时候觉得案子 好像需要有人帮忙 我就问他有没有作品 可以看还是什么的 嗯 然后其实他也没有作品 因为他连毕业制作 都是做装置嘛 就是不是品面类的东西 嗯 所以 他只做了他退伍的 自己庆祝的party的一个标准字 嗯 然后我就想说 应该可 因为看那个作品 是觉得 应该这个人是有sense的 嗯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 比较多标准字的案子 对 就想说找他 哦 对 然后就用了 就没想到 后来 发现他很会画图 后来才发现 对 后来才发现 但他说他其实也有 他自己也有学习 他觉得他压力 其实当 那时候是很大的 但他不敢讲 对 但是他觉得画图 画艺术的 画图跟 画插画是两件事 所以他还是有多看一些插画的事情 自己学 嗯 然后毕竟因为那时候我交代给他的事情 他也不能拒绝 嗯 就他那时候不敢拒绝 或是他 他不会 直接讲出来什么 因为他还刚来 对 但我的认知 你是觉得他可以拒绝是不是 我觉得如果你觉得不适合自己 你可以跟我讲 我们可以讨论用你的方法 嗯 做出答案 对 对 但他这都是他后来过 半年还过快十个月才跟我讲的 就是个性比较 一开始比较压抑一点 对 因为跟偶像一起工作 我这不好意思 没有后来就不是啦 哈哈哈哈 他现在自己看到那个贴文 都觉得很好笑 对 然后第二个是 那时候用小教室上课的时候 就有 发现 那个人的才能 然后就我跟 他在当时大三 然后我就觉得跟我的 设计的 美感的观念什么的 都蛮契合的 所以我就有跟他说 如果你毕业退伍完 要找工作的话 你可以看我到时候 有没有 还没有需要 你可以问我 因为我觉得 应该 我们应该可以合作 这样 所以等于是人的那个频率 是最重要的 一开始是这个问题 而不是说 能力 或者是说 完全是以能力 或者背景 就是是不是 什么学校毕业 对 不会 不会看什么学校毕业 嗯 是 对 资历我也不看 就是看 感觉跟 那所以客户 客户也是这样 对 但是 但算命 算命说我 两个做选择的时候 永远都会选错的那一篇 哈哈 这样怎么办呢 但是 你 如果以现在来讲 你自己有没有想说 我做到现在 我觉得非常满意的 作品 或者是 我都很满意啊 我会交出去 就是我真的都很开心 都是很满意 对啊 最满意 没有最满意 都最满意 真的没有最满意 就是 就是我觉得那个是 我们会得知的一些 限制条件下 做出的结果 比如说时间 对 可能只有一天两天 就要赶出来 对 或是预算只有多少 可能就要做出来 对 那是别人 不会看到 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在 时间内 做出 交出我们最好的状态 才会交出去 嗯 对啊 嗯 就是专业的客户啊 就你合作那么多 我觉得郭元毅就是 郭元毅老板就是 专业的客户啊 因为他是真的有去调查 我做过的事情 嗯 然后 嗯 才觉得因为 另外一件作品 那时候是因为签诗 然后他觉得他再来做的产品 是要 做跟拜拜有关系的 所以他觉得可能可以适合我 然后包含他其他找的 合作对象 他其实也都是有先 想好那些 然后他们之前做的事情 是不是接下来适合 新的合作的 那个 对 嗯 对啊 我觉得他 我觉得他真的很认真 嗯 对啊 所以是会鼓励大家都成为专业的 客户 就是 我觉得就是稍微 你要找对象是谁 也要去认识一下他吧 不能就只是找一个会软体的人 你会去 你是会去教育客户的人吗 我会跟他讲 我觉得 就是我刚刚 就是我的认知 我会跟他讲 但是 但他有没有要听 就是看 看个人 对啊 对 对 我都蛮直接讲的 所以我其实有时候都觉得我应该就接不到他的案子 但但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 我只是觉得这样大家以后工作的环境才会健康 嗯 对啊 就不管谁接到 嗯 好 然后还有 还有 对 有朋友问 应该超过时间了吧 没有没有 还没有 有人问后面的明信片 有人问后面的明信片 对 后面的明信片是这个吗 对 这个就是 现在在博二有展览 然后一开始是 呃 知道了感光 游牧的这个技术 然后它是你拿去照太阳之后 它就会变成橘色的 对 对就是玩一些印刷啦 一开始 嗯 对 那这个是 那这个是我知道是你在那个算是哪里 就是高职的时候吗 就是有学到很多关于印刷的技术 就是我印刷背景 我是印刷背景 但我不敢说自己真的学 但我觉得印刷真的是永远学不完 就到现在还在学 所以 那这个背景对你来讲有比较好的优势吗 优势 嗯 应该是说我不知道 但是我会想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先想好它最后要怎么样印刷才会去想设计 嗯 这个不能拿是不是 因为有人问 有人问 真的吗 对对对 少来 有人问那个之前做的 但是比方说像你有时候会自己 呃 做一些东西 包括刚刚后面可以看到那个防灾包 这一类的 那 呃 你会很在意做出来之后它的销量 对你代表的意义吗 我觉得 我觉得可能不会耶 但是因为我的想法是 我这一次有做出来 至少我还有这次的东西可以去介绍给下一次的客户 嗯 所以就算这次卖不好 但是我做了之后 我觉得应该是说大家的 感受吗 就是我觉得客户比较需要真的看到东西 嗯 所以如果那个东西只在我脑袋里面的话 画电脑模拟图的话 客户没有办法感知 嗯 所以我这次有打样出来 但我下一次可以比如说换一块布料 或是地方设计的微调的调整 它可能可以适合下一个案子 嗯 那但我通 这个时候就有sample可以给对方看的 所以我好像没有这么在乎 所以家里才会变成残酷一样 所以你不会觉得说这次可能卖的特别好 或是这一次卖的没有那么好 会调整你自己在设计上面的做法吗 我觉得不会吧 因为因为每一次的每一次的设计条件就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就是看需求的时候去想 嗯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好坏对你来讲也也不是 没有坏啊 因为我们做出来就会好 就全部卖的 全部卖的好 是那个条件选择下 应该就会是我们喜欢的状态 对对对对 OK 好 好了啦 还有吗 线上还有没有大家有一些其他问题想要提的 没有那个是那个啦 我看一下 决设计 我刚刚 你有没有想要回答一些问题 我同事在啦 他看到我介绍他了 嗯 谢谢我同事的包容 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我成为老板这件事情也都是还没准备好的状态 在边做边学习成为老板 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他们蛮衰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到就是会这个技能 就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相对他们对我也要一些包容 这样 所以你也可以包容别人 我可以包容别人吗 同事回答 嗯 我是那种有想法就会讲的人 所以 嗯 我不知道这样子有没有包容到 就是 嗯 就是 就是如果我真的不愉快了 或是什么 我就会 我就会跟对方讲 这样让我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办 或怎么抉择 嗯 这样 所以还没准备好这个 可以 接受还没准备好的程度 应该要怎么 拿捏 很难啊 就是好像真的就是边做边学 因为有人就是完全准备好吗 就是 完全ready这样子 因为现在的案子就很多种不同的类型 对 领域这些也可能也会有很多话 跨界的设计会出现 嗯 比方说你做了一个主视觉 但是他可能会被运用在动态 对 或者其他媒体 对 这个就需要 嗯 跟对方沟通 但是那个沟通就是也都是在边做边学 我觉得 嗯 是 是 好 那 呃 另外你自己在做一些公众的设计 就是社会或者一些公部门的设计 跟做比较商业的案子 这会有 自体我也 哎 上次谁问我 但是我 但我自己也有再想了一次 我觉得我好像不会特别去区分他是谁 嗯 就是 就是我觉得大家 我这样会被攻击到别人 就我觉得环境很奇怪 就是很爱分类 就是你做公部门的 你做商业的 但其实对我来说就是 对方给我条件 我去做设计 嗯 所以其实不分谁是谁 而且我其实 现在还最讨厌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啊你也知道是我们 我们公部门就是很麻烦或是什么 或者预算就是有限 可是 可是别的公部门就已经都进步了 你还在说 拿自己是公部门当做借口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很不能接受 OK 就会希望他要多看看其他公部门 对啊 但我没有公击的意思 我只是觉得不要再找理由了 就是 嗯 大家应该 做对的事情就是对的 这样 嗯 对啊 是 所以是公部门比较会有这个 不会啊 现象出现 不会啊 就是不会有的企业也是会说 你也知道我们就是要跑很多官啊 什么的 要呈成上去 对对对 就也是会有 所以所以我不会特别区分对象 我的条件就是对方需求是 什么 我们就是用那个需求条件下给 是我们觉得适合的东西 嗯 嗯 但因为设计就是也没有答案 所以我觉得 能做的就是 也是这样吧 嗯 那你心中有没有一个什么 low model 就是说 诶我可能会想要成为像他这样子的一个 对象吗 嗯 对 或是一个境界 或者做事情的一个方式 状态 有吗 讲出来 不能讲 没有 是不是 会害羞 嗯 就是我 我现在还是永珍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永珍真的很厉害是 除了设计上有很多 很厉害的 嗯 对 我觉得啦 就是我自己观察的 然后其实 因为我是从大学就认识他嘛 然后我就一直把他 当作偶像 偶像觉得我以后也要变成这样子 然后 那个时候 其实是有很多 赞美吗 就是有很多人觉得 我 可以是下个时代的永珍 这样 自己讲有点害羞 嘴软 但其实 下个时代 上个时代是到 到什么时候 不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就是 他的形容就是这样 我不是我讲的 所以我就是 转述 小念永珍这样可以吗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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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 反而造成压力 嗯 就是 我会一直觉得 我还没有那个机会 给我 嗯 然后 变成永珍这样子 然后我就会觉得 我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 我是不是不可以 哦 所以 我后来想一想这样 好像反而让我造成压力了 所以 就是 一年又一年了 然后好像也没有 更被人家认识 或是什么 然后 嗯 就觉得压力 压力来了 然后我后来就觉得 我不可以再想这件事情 嗯 不要把它变成自己的压力了 对 但是我觉得 因为别人会一直讲 就不要 就不要 管别人 对 因为每个人活的那个环境啊 时代也会不一样嘛 对 时代的环境 而且每个人的 我觉得风气蛮不一样的 现在 对对对 每个特质啊 喜好啊 都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只是说 可能 你希望也许做了 在这个职场上面做多久之后 可以到某一个 到底多久 就是这件事情也让我很困扰 到底要做多久 哈哈哈哈 要做多久 应该是说你满不满意现在的状态 我个人的状态吗 嗯 就包括工作啊 或者是生活啊 这样的 没有什么生活啊 但 没有生活 我就都在工作啦 但到我最近 今年 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就是疫情的关系 才体会到休息 嗯 也是很重要 嗯 应该说 因为之前要还家里的债务 所以 嗯 我其实就是一直没有在休息的 所以我才会一直在做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一直在做创作 这也是因为 我好像不能 觉得自己不能停下来 嗯 要一直做事情 这样 是 对啊 哦 好了啦 有人要问那个 Undersea的 你要分享吗 哦 可是 对 是一个 是一个布料的 老板 其实就是我刚刚拿给你的那个袋子 哦 好 你要去拿 是不是 好的 今天有带啦 没有 他其实有 他其实有一个系列 但是我今天拿一个 我记忆觉得蛮有趣 然后他是一个布 在万华的布料的老板娘 他本来是做客家滑布的 嗯 但是他在小琉球有一个 出一个店面 然后我就帮他一起从品牌设计开始 就做了一个Undersea的品牌 嗯 然后就想说 就是小琉球就去看海龟啊 珊瑚啊 什么的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系列的pattern 哦 但pattern带来 pattern没有带来 但 然后延伸制作物的时候 就是把那个 本来是想说游泳的那个浮板 嗯 漂浮的感觉 然后跟海龟啊 还有珊瑚 哦 就做结合这样子 然后其实logo就是 就是Undersea 所以就有那个海的那个 波浪 波浪的那个 叫什么 签面 叫做什么 就是 头面 哈哈哈哈 就要忘记那个叫做什么 对 然后反正如果 然后下一个想说做成 Unmountain 就变成山 山的形状 嗯 网路上也可以看了 然后就变 又可以包山包海 哦 对 很周到的一个设计 就是 就可以延伸 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设计是对的 嗯 啊 就是你可以 一直想下去 后来继续做 东西 就会有延伸性 对对对对 就你不是只是帮他做这一个 这一次 对对对 然后之后还有很多的可能性 可能性 可以被做出来 对 就可以想一直做下去 对 这 可爱 所以他是已经买得到的东西 还没 我们还在讨论价钱 哦 OK OK 对 但有个想要赶在双十一之前上讲 哦 好 快到了 对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田修全的IG或者是脸书 嗯 嗯 好 你希望自己是一个设计的网红吗 不希望 我最一开始有被新闻稿写成网红 真的 但但那时候网红还没有被当做职业 嗯 只是网路声量比较高的人 但你对但你网路声量还蛮高的 就真的没有啊 还是不是很满意就是 不是就真的跟比真的网红就真的没有很高啊 就真的没有 然后但就被这样称呼 可是我就没有达到那个资格 为什么要这样 但有希望成为吗 还是没有 会希望 会担心角色会 我就没有在经营啊 我真的都当日记在贴我 就是你自己生活的一个分享 如果怕我忘记 所以我自己要记录起来 真的 记录生活的 对 就当日记 因为他会回顾啊 我就会看一下我去年发生什么事 是是是 对 但所以你就是用设计在记录生活吗 我没有那么伟大 可以说是这样吧 没有那么伟大 我就纯粹就是怕忘记而已 但其实这件事好像就是我应该要去学的 就是要去经营这件事情 可是你还有时间经营吗 不知道 不知道 但我觉得现在已经状态 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吧 很多人都很羡慕吧 羡慕 不用羡慕啊 每个人都每个人的样子 不用羡慕 好 你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吗 没有 看应该没了吧 时间到了啦 我们不要让主持人 主持人的钱是哪一样的 我们不要拖主持人太久 好啦 好啦 那 谢谢大家 我今天第一次来当嘉宾 对啊 今天是最后一场 最后一场 压轴嘉宾 对是你指定的吗 好像是耶 但是说我要最后一场 但我当初 当时只是纯粹 因为那时间在忙 所以我只是这件事我没有办法 还没有管 还没有办法管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 越后面的时间越好 因为我还没准备 刻意压轴的概念 没有 我是真的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我就想说能拖就拖 最后真的就讲还没准备好 对 结果竟然就用这个当题 嗯 OK 好啊 那今天就非常谢谢田修全老田 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那我们设计进化论的直播讲座到现在就告一阶 告一的段落 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我们讲座总共有12场节目会在YouTube的频道当中回放 如果之前还没有看过的 或者没有看到的朋友 没有参与到的 可以在YouTube频道来持续观看 我这次也很开心可以跟高雄设计节设计进化论合作 我觉得除了大家这一次合作很愉快之外 然后也跟不同的语谈者学习到很多 谢谢这一次活动的文化局还有工作团队 那我们的节目其实不只是这一个 就是高雄设计节 那在11月28号还有一个论坛叫做 造势交流店 我们会在高雄举办 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 可以透过高雄设计节的官方网站 还有博二艺术特区的FB粉专来报名 那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高雄设计节的相关系列活动 以及高雄设计中的YT频道 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那最后 最后那个 好烦哦 我们要请 田修全就是 跟我们 需要这样子吗 对 我是被强迫的 你看就是出社会就是有这种 不知道怎么拒绝的事情 最后田修全要跟大家做一个完美的ending 所以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真的要唱歌吗 对 我当初办那个演唱会 对你之前办了一个 其实只是真的 因为我身体不好 就觉得那个是我人生的愿望清单 那么快就完成了 所以就想说去做 就没想到那时候就有朋友帮忙 就去完成了这件事 所以我真的没有唱很好听 我就只是爱唱歌 觉得唱歌会得到开心 但是现在变成我终于懂歌手把兴趣当做工作的感受到的压力 虽然现在也没有很多人 但是我还是很紧张 那我们要安静的听那个 而且还是轻唱耶 那你今天要唱什么 好疯哦 你们真的好疯哦 我们那个团队大家都非常期待 就是这一系列最后的这一刻 好 而且是轻唱耶 我喝个水 好好好 而且还会回放也太糗了吧 我们也可以说回放的时候就把这一段 就是没有 就是只留给 真的可以吗 好 线上的朋友 好好好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赶快叫朋友 打电话会传讯息 他很哭哦 哈哈哈哈 我罢了 我病死了 我 prison了 我看好了 我怕你 我找到男儿文化 我跟她没 professionals 我感到 有一天 我